是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直接就来开骂 他说呢 你们不要以为说 这次不选我 我下次还会来哦 等着乔 不论是眼神还是口气 都充满了杀气 也让宜兰乡亲非常不爽的回响说 都还没选上 就在骂选民 请问宜兰人是欠你什么吗 我看不起这些枷锁 非常看不起 我告诉你 你们这一次不选我 你以为我下次会再来吗 等着乔 不一定 讲起话来力道十足 表情更是坚定 边说手边比话 这段画面网络转载 引发批评 网友大大酸 宜兰人是欠你的 嚣张 那就永远都不要选你好了 嚣张什么 网络言